所以说比较理想的设计方式 我的时候尽量避免用 如果说我们的数量已经固定 假设说我的数量是1到10 最多不会超过10个 那我就有个范围 我可以用所谓的这个Draw Down List 去做这个设计 会比用这个Test Bus来的理想一些 为什么 因为Draw Down List 它已经给你一个范围 你没有办法输入 你只能用选的 所以绝对不会选错 绝对不会选错 它有这个好处 也就是说让使用者有个范围 那Test Bus虽然说它比较灵活 可是它比较容易让使用者 输入一些错误的讯息 而让你的程式产生错误 那我们要设计像这样的一个 这个网站 比如说今天你要不要 你要设计一个 可以做线上订购的这一个网站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要设计界面 首先呢我们也是一样开一个新的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 记得存档入境 因为我发现前面同学一直都 第一步没有先选桌面 所以在桌面上就会找不到 记得先浏览 在你的桌面上面先点一下 这边有桌面 点了桌面之后呢 才会放在桌面 否则预设值都会在 所谓的MyDocument里面 所以你叫做买到里面 找一下应该可以找得到 那这个专业名称我们给它叫做 CH5-3-1 假设我给它一个这样的一个资料夹 那按开启 按开启就可以了 它不存在 所以要不要建立 那就把它建立起来就对了 好 这样子的话就会在桌面上产生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实际上就是一个网站 按确定就好了 好第一步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就有个DFORTS 就是我们首页 一样的方式 这个结果应该前面做了蛮多的 再来呢 我们要设计一个 像这个5-17页这边的 这个界面好了 比如说呢 我们根据它上面的要求 第一个 你当然可以用表格的方式 再先做一个排版 那我前面讲过说 我们可以用表格的方式 插入一个表格嘛 那计算它的列数 比如说它这边有1 2 3 4 我们给它四列 好 然后蓝数的话 给它两蓝 蓝数两蓝 按确定 那它会基本帮我们排版 那你可以直接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调整之后呢 比如说最下面这个地方 也有个Label 但是它要挂 所以挂两蓝 所以这边可以把它怎么办 选举就按 合并出生格 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分别把需要的这一些 Trackbox 第一个拖拉过来 第二个拖拉过来 第二个拖拉过来 第三个 你可以先把它拖拉 然后这个 这条 线段就把它拉回来 再来的话 在这边输入数量 那 数量我想我们用下拉式 选单 改一下 数量的部分 你可以用做down list 然后把它拖拉过来 拖拉过来 拖拉过来之后 编辑项目 那因为我总共有几个 总共最多让它只能订购 这边 让它订购五个 五个 假设我最多只能让它订购五个 那这里的话 你就只能 这个地方 你就让它 直接 出入 就是它的 这个值 就是 一到 五 一到五 一到五之后的话 它很确定 你这样子到处 就只能够下拉一到五 那当然你这边 因为我们有一个按钮 所以不需要 启动这个 Auto Pause Back 如果你 打勾的话 变成那个按钮 就无效 就不需要按钮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不要打勾好了 好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 在下面这里 还有需要一个按钮 按钮是在这两 这两个数量格 中间 所以我们把它 让它什么样 合并好了 这两个呢 合并 在这里呢 再加一个 Button 再加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呢 上面名称叫做选择 那底下这边 还有一个 叫做 LBL Output 所以这边底下 还有一个 Label 把它拖拉过来 那接下来 修改它的名称 跟上面显示的 所以名称的部分呢 第一个 它的名称叫做 Check Box 1 不过我们希望 比较好辨识 给它一个叫 CHK 后面 Original 简称好了 O Check O 我的要打一串 CHKO 好了 那 ID 再来的话 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呢 Tester 如果你不输入 它就用ID 当成显示的讯息 所以这边的话呢 再输入原味 Pizza 原味 好 以此类推 原味 然后再来是牛肉 再来是海鲜 那修改的方式一样 记得就是 第一个先改什么呢 改它的ID ID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这个 直接用CHKB 好了 就是表示牛肉的 那上面名称改一下 叫做牛肉Pizza 再来海鲜Pizza CHK ID的部分呢 给它改成叫做 CFood 就 S好了 CHKS 再来呢 数量的部分 这边给一个 下拉子 我们叫做DD 也是跟前面一样 DDL 叫A 好了 好 那Button 其实改不改 无所谓 因为反正Button 就一个 我们叫Button1 好了 上面显示的 就叫选择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输入选择 两个字就可以了 再来 Label Label1呢 把上面名称 改一下 把它改成叫做 LBL 这地方 小写的 LBL Opport 这样就可以了 界面部分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撰写程式 也就是说到时候让使用者去打勾 勾了之后再选数量 最后会有一个什么呢 其实就是总金额秀在下方就可以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步骤第一个先建立新网站 记得可以存在桌面上 或者你的随身碟也可以 那另外呢 当然 接下来就是说呢 建立这个版面 记得这边有个插入表格 栏位的话 就大概 四列 两栏 那加入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最下面这个把它合併 其他加入 checkbox dropdown list 还有一个Button 跟Label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